相當不 serious 好 那 一段 真的很好的 不用想太多 我們就直接進入重點 等一下 第二集 請 請 好 還是先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觀眾還是什麼 大家好 我是高嘉良 今天剛好 有一個空檔 就想跟唐鳳稍微聊一下 時尚人到現在的這些 主要關於開放資料 因為過去推動呢 他其實有很多的參與 現在到了這個裡面 接下來進行的一些打算跟一些規劃 那其實 你應該有當過我老闆跟同事 現在換我當你老闆 沒錯 光圖就光圖嘛 你是我老闆的老闆 好好好 那我們其實主要是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到 大概來了什麼個月嘛 那其實大家就科技社群來講 其實對於在做的事情都很好奇 尤其是Open Data這一個部分 但是其實基本上主流媒體上能夠揭露的非常有限 大部分是一些畫面新聞 那所以我想說也許甚至這個機會 我們比較 可以談一些比較實際的一些 跟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創判的事情 包括昨天到了這個 Open Data Goffin 整個新的 開始運作 那這個裡面 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大 那我想 Open Data 運作到現在 其實 我們稍微有一個架構的 一個民間的資訊機制 跟政府的資訊機制 一起運作 那基本上有 Data Request進來 才會有一個固定的 安排可以去處理它 好 但是在現在看到 其實比較缺乏 是一個 比較大方向 就是說 我們到底什麼資料一定要開放 基本上 我們現在有一個 大家來掉 我們就來看看有沒有開放 但是從政府本身出發 我們好像並沒有看到就是說 OK 我們就是這三個資料要開放 然後接下來 下一期這三個資料要開放 比較少看到這樣 那通常是 經歷一個救火的情況 例如說這個 這個用電 或者是這樣的設成 會比較有這樣強烈的需求 那我想在新的這個 一些做法上面 是不是能夠 有一些 調整 所以我想說 我們來review一下 這個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稍微有跟社群的朋友 一起列了 大概二十大大类的資料 那他們的現況 以及 我們之後 如果他現在還沒有開放 當然這些已經兩年 開始有一些 已經有些進展了 那我想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情況 跟 每個客製不能開放 或者是卡住的情況 有什麼辦法去解決它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剛才 確實這個花邊新聞這件事情 也是我個人非常困擾的事情 然後 對於各位有訂閱我的 WineSlide的朋友 已經看到最近 連我用什麼牙刷都已經開始問了 那我相信 這個也是 這個佔用了大家 許多認知的頻寬 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 但是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協調的會議 以及大部分剛才高家長所說的 就是我們對於這些政策的執行等等 其實都是在竹字寶平台上面 但是我也理解 這個要求大家去看竹字寶是不然道的 其實我們在竹字寶後面都大概有具體列出每次的列管項目 我相信仍然沒有用這種對話的方式來這個有一個上位的討論來的重要 所以這個我非常的同意 另外一個我也很同意的是說 確實目前為止這一任的政府看起來 因為是程序在上一任的政府已經把所有最基本的資料都已經開放 因為要交國際的考圈的關係的這個前提上面 因此呢我們這一任的政府確實目前為止開放資料看起來都是為了回應民間所提出來的一些政治上的壓力 或者是解決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本來開放資料用來跟人民溝通解決問題並不是一件壞事 那它的原因現在的問題只是說我們常常是在問題浮現到了後期 非得處理不可 好比像說有某幾部機組好像是要這個啟用還是停用還是條點的這種時候才回過頭來想 對開放資料對這個非常有幫助 而不是有一個長程的多年期的計劃說 我現在就知道我三年之後就要做這個 所以我現在就要開始把開放資料去家裡揭露 那所以這個多年期的計劃 具體來講就是昨天啟動的那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 所以待會兒就是高先生所提的這些提問呢 我有一些會使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裡面的Rome Lab來做回答 好的 那因為開放資料的 我們會cover到的內容非常的多 我想今天我們可能先就 一大部分政府治這個相關的部分 那這個可能是我想原來的政府比較 比較希望多做一些經濟面向的東西 那新政府看來有很多 希望讓整個政府的體制更完整的一些打算 那所以我想我們很快的來review一下這些部分 那這個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那越下面的就是越 就越前面的就是越跟整個政府本身運作有關的 那越後面的就是越整個跟人民的服務相關的 那所以我們如果來看前面最最前面的立法與法律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是現行法律 那這個在法規資料庫其實已經有了 但是他們在今年上一季的時候呢 把原來使用開放授權條款 又改回使用法務部自己的一個使用條款 那它當然還是免費使用的 但是它就其實已經不符合開放資料了 因為它裡面有要求說 如果你用它做APP的話 你必須放一個很久的ban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部分你覺得 是的 就是說我這邊先做一個具體的政策上面的回應 確實因為在本來的那個就是開放資料的那個要點裡面 本來機關它就有把夾類資料跟乙類資料之間互相進行切換 的這樣子一種可能性存在 那所以說我們並不能說法務部這樣子做是違法的 它也沒有違反那個要點 但是呢確實呢我們之前在討論那個分類的時候有一個精神 就是它一旦分為夾類之後 盡量不要除非有非常好的理由 告訴大家說這個是出於公益上面 它已經不再具有公益 或者是說它侵犯到第三人的個資或隱私或什麼其他商業秘密 它需要出具這個相當好的理由 它才能夠把夾類資料轉換為一類資料 或甚至把夾類資料下架 那這個呢就是在我們今天上午的這個討論裡面呢 也有一個這個具體的一個結論嘛 那這個結論其實我覺得相當重要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在做這樣子的資料判斷時候 首先它必須要先出具這樣子一個理由 第二個這個理由必須要上升到它的那個二級機關的 不管是開放資料群小組的委員會 還是它的那個資訊長或者是它的副首長 那個副首長必須批示說 這樣子的轉換確實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它才能夠再去做這樣的切換 那我想這個一方面是說 來這裡是異議啦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 我們回溯適用今天所講的這個精神去考古那一個 但是反過來講我們確實是應該要再去檢討說 為什麼它之前做了這樣一個判定 它有沒有可能回到這個本來的標準的開放資料群去 這是第一個回應 第二個回應是說有的時候是 他們在就是這個開放資料要點的時候 因為本來的那個要點是把假類資料跟米類資料 有一點混在一起 因為它沒有開放授權這四個字 它只寫了開放格式四個字 所以在它進行適用的時候 它如果是按照我們的那個資料分類原則 它就知道要開放授權 但它如果是按照這個什麼資料開放什麼要點的話 因為開放授權沒寫 它可以說它沒看到 對 那在今天我們有另外一個具體的決議 就是我們把後面這個要點具體 加上開放授權四個字 那這樣的話至少未來它在進行開放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以開放授權為主 那如果不行的話它必須要出具理由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具體的一個進度 那再講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們目前PITES小組會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會把現有的假類的這個以目前JSONLD或者是一般的JSON 所開放出來的這些API去用機器可讀的方式去做一個描述 那第一個描述當然就是國發會他們自己的共通性資料程序 應用程式界面API 它是data.gov的自己的一個界階的API 那這個API當我們把它寫出這個描述之後 我們會說服該管的機關在這裡是國發會的資管處 直接把這個閹謀檔放到data.gov.taiwan斜線 開共同式程序應用程式系統點閹謀 也就是說它變成它的網站的一部分 受它的網站的使用條款規範 如果有所更改的話它也必須要有公告通知等等 那這就不是只是我們放在data上面好看 而是說它會變成它具體網民間的promise之一 那這個時候它要改授權跟它要改格式 就是這兩個都要經過這個due process 都要經過正當程序 改授權要它的思想統一 改格式必須要在yamble這邊 這個跟就是進行檢核的機關進行解釋 那當然也民間的朋友很快的就發現說 哦原來有這樣子一個地方 所以確實也有朋友馬上就把那個法規列表 這個以及這個代理法規的所有修法版本列表 所有這些東西用機器可讀的方式propose了一個API進來 我們才能夠拿這個去跟法務部談說 有什麼原因你不能夠把你的資料 用這樣子的格式用開放的授權來進行 因為在以前常常會碰到說你跟它談好的開放授權 他說它的廠商無法支援開放格式 你跟它談好的開放格式 他說它限於什麼原因不太容易使用開放授權 那我們現在至少開放格式可以先談好 然後去談授權的時候就可以說 你不要再用開放格式作為理容 格式已經ready在那邊了 那授權你只要一簽訂你的司長一同意 我們就再也不可撤回了 不會因為換了廠商所以莫名其妙要做撤回 這是一個通案性的原則跟大家討論一下 所以像這個法規的這個API是一個假的嗎 它不是假的它是事實上民間自己爬了資料之後去使用的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一向都有拆政府原地重建的這個想法 當初教育部的字典也沒有API 當時是葉平所設計的 這也不是假的 是我們抓下來之後 實際按照葉平所設計的API去提供服務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仍然是程序我們在具定的業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已經可以證明說 你用這個API可以提供跟這個相當程度的服務 那為什麼你下一次在改版或者是重新採購的時候 不就用這個方式去具體它釋出呢 那這個方向跟路線跟我們以前的確定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以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PDES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用這個API的形式提供 然後現在反過來去要說服法務部說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用這樣的API進行 對 但當然它的廠商必然 還是會有它的廠商提出的要求 至少從完全不懂資料格式的高層的管理來看 至少這是兩個可以相提並論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只是idea 然後另外一個是現有的系統 好 那如果回到授權問題來講的話 那你覺得現在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再跟大家溝通 使用真的一個開放的授權的話 會建議說 這位辦公室可以去心跳呢 還是說民間 大家持續的去照顧法務部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剛剛才開過的那個 就是開放資料的那個資訊小組 它的功能仍然是 它可以見請這個特定部會 去在他們的那個開放資料 設計小組裡面去討論這個事項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理解 他們現在不一定三個月開一次了 是不定半年開一次了 我們剛剛才講過這件事情 所以說它的處理的周期 比起以前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有一種隨時檢討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我覺得說 除了用這種正規的就是 開放資料資訊小組的程序之外 就回到我們剛才資料 是要為開放政府服務 如果從民間的角度能夠去看說 現在有某一顆衛爆彈 或者有某一個地雷 它需要這樣子的 有開放授權的東西 我們才能夠把法務部的 民法的草案 這個關於這個家屬的部分 這個用機器自動做成懶人包 我隨便講的喔 所以就是說你提出一個 恰當的能夠回應社會問題的理由的時候 我們可以以那個理由專案 去跟法務部進行討論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以上只是舉例 並沒有說我還要介入這個個案的意思 好 了解 好 那其實今天在講這幾個 非常非常基礎的開放資料的意思 其實是想說 這些東西能不能我們就有一個 比較強的 不用等到 真的有 開放資料資訊小組 對 發生事情 就可以說 OK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國家認定非常非常基礎 我們國家運作 如果機關之間必須要引用資料 不要透過私相授受 或者是某種方式 機關之間互相引用 都是使用開放資料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基礎的 如果我們今天政府 能夠有這樣的認定的話 那直接去推動這些東西 對 就是我這邊也必須 跟各位朋友做一個期待管理 就是說在以開放緣碼的軟體 所可以讀取的格式 兩個以上開放緣碼軟體 所可以讀取的格式 這是國際上對於開放格式的定義 這個定義 我們已經有這個political will了 我們說所有的機關之間互相借接 必須要不用專屬軟體就可以開啟 而且必須要是機器可讀可以處理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不管是任何國際上的政府 我們現在在任何國際的協議 要做資料交換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其實在國際上面 對於資料的授權 是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的流派存在 我們目前所通過的 國家的開放資料的這個授權小管 它是屬於我們叫permissive license permissive license的意思是 你既可以去做社會上的應用 也可以去做商業上的利用 但是也有一些國家以法國為例 他們所適用的授權就會兩個並行 他們想要鼓勵產業的 才會去用permissive license 他們不是想要鼓勵產業的 就會加以限制 它的限制裡面就包含 他們的就是open data license裡面 就包含比較像是相同方式分享的 這樣子一種東西 你如果拿這個去做的應用 或做的資料的改作 跟它相混合的資料 也必須都要用相同方式分享 也是有這樣一派的東西存在的 那當然也還包含這個東西 跟禁止商業利用當然又不一樣 可是也有人說禁止商業利用 也就是說我們本來的CC授權架構裡面 本來就包含了資料的六種不同的想像 那在資料格式這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授權裡面 是不是一下就要開放到 相當於CC版的這個permissive license 這在各國都還有爭議 那我們在中央的各部會裡面 目前也並沒有形成一個非常同意的境界 好 了解 那其實我想就是說 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如何認定 某一些事這樣這樣基礎 政府運作本身需要的資料 再來就是這些資料他們的授權 那我想如果以現階段的話 我們如果是在一類資料 然後它是持自由可以取得的情況之下 我想目前應該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那只是說就第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認定某一些資料是Cultural 對 這些東西我想我們可以有進入的討論 好 修訂紀錄的部分的話 其實法務部的目前好像沒有 有在它的exem裡面 修訂紀錄是我剛剛修的那個API裡面是有的 對 那個API是使用的小月 它是去另外一個系統 施力法院議案文書對的事情 是的 OK 好 那所以但是行政機關本身 因為有一些各部會它自己的命令 可能有一些revision 其實並沒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去管理 因為你秀的那個部分只會有法律 命令的話不會再有法律 其實呢 這個是有的 沒有啦 但是它是在那個 就是報告是樣貌是被查 所以它不會在它的法律系統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又要看另外一個 這個大家不想 沒有人知道的系統 對 沒錯 我們會不斷給大家看沒有人知道的系統 OK 這個是行政用公報 對 在Gazette裡面 Gazette裡面呢 我們目前 在我上任之前 9月的時候 本來他們就已經把所有的這個法規修正 的預告期間從這個14天改成了60天 所以說呢 當它最後通過也就是60天過了之後 它就是會有一個字集日生效的PDF在這邊出現 但是在這個字集日生效你回推60天 你一定還會看到另外一個公告 預告修正的同樣一個格式 同樣一個名稱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從60天前的 跟60天後的這兩個部分 在這裡呢 是一定有資料的 而且這個資料呢 它不是 怎麼講 這個是屬於公報的資料 所以它當然不可能主張什麼財產權之類的這種東西 所以說現在的問題只是兩個 一個是說它雖然是使用PDF格式 所以這個PDF格式它的結構性 這個可能有待加強哈哈 那但是至少不是這個圖形檔 我們目前看到的通常不是圖形檔 它是文字檔 那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並沒有一個有系統的方式 把它加上兩個部會的標籤 然後去借接到一個 一般人民可得的開放資料集裡面 那這個工作呢 我們會具體在明年大概2月的時候 透過行政院國發會開放資料平台 把這個上面所有這些看到的資料 都轉換成Data.gov上面的開放資料集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是因為 我們要把裡面的每一項公告的時候的文件 全部都轉成結構化資料之後 放到公共參與平台裡面的重開獎這一區裡面 也就是說一天就會上10個20個這種公告進去 那這中間的階級當然是透過開放資料 好 但是這又回到前一個問題了 因為你今天公告修正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線型版本 那線型版本如果沒有在這個公告裡面 有啊它會三男的 有啊三男的就是嗎 那是修正對照的感覺 但是你沒有舊的權位 那這時候就要回到行規資料庫 其實我們是有這個需求 對不對 是 那我想我這邊具體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說 它的修正除了用三男之外 也許我可以跟他們去說 你就不是用三男 而是就是本來的全部 後來的全部跟修正的三男 這三個東西同時提供 這個東西是我可以去談的 好吧 那你想像還是回到法規資料庫 它應該是用排放的授權方式可以進行 我的意思是說對我來講 它最後只要進入vata.gov 它就是一樣意思的東西啦 是 那但是就是它具體是哪一個部會阻力最小 我們就往阻力最小的那個部會去去 好 就是可以過去了 好 好 那 沒關係我在這邊 好 再來是這個 修法提案進入這個主要是在立法院 所以這個跟這邊關係比較很大 那政府整個的架構與人事 機關架構目前其實是有一個OID的這個 資料可視出現 那但是其實 在各個不同的公募系統 有非常不同的表現方式 包括預算裡面 然後 預算有各機關的代行 然後 然後 在 還有什麼系統 還有 工程 工程基本上是有OID 對阿是阿 對然後在國庫署實際支出的時候 他跟主機那個比較像但是又差了一個欄 是的 對那所以各種使用機關的這個代號 嗯 有什麼樣的比較可以整合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機制嗎 那甚至是說 到底政府 哪一個機關他提供的服務 對象 想問一個機構化的方式去表達 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嗯 我想 首先就是說 本來我們在 就是 機關的認定以及設立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OID的編持 這個是由 GCP 然後還包含 就是 國發會資管處裡面的那個 政府資訊維護的那個部門 他會有一個接近就是 LDAB database的那個東西 去不斷的更新這個OID的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裡面本來就有 他的這個設立的地方 他的地址 他的主要的什麼聯絡 所有這些基本資料其實都在那裡 而且這個我沒有記錯 是公開可得的資料 你不需要用EGOV login 已經在DATAGOV 對你不需要用EGOV login 你可以直接去DATAGOV裡面拿 所以當然我們理論上 如果這個OID他編得不夠細 或者是說他裡面的資料單位有缺 我們應該是回DATAGOV的那個標準程序 希望他把OID相關資料集加以擴充 就是說OID他所連到的描述性資料 這個是爭議最小的 我們可以像 他不像說服務對象 我們現在要求每一個機關都填報他的服務對象 那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是回到那個 OID資料庫的維護裡面來做 而不是說希望這個 在維護另外一個Mapping資料集 從OID到服務對象 我想這個是比較疊瘡架物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應該要回到OID的幾本資料集 那當然另外你提到那個問題是比較大的 就是說有的時候在系統建制的時候 他只用這個機關的全名 而不用他的OID當作他的Primary Key 或者是說他用他的OID 就是並不是用在全部的地方 使用在最大的那個Unit裡面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我們當然可以用一個宣示性的方式 去希望說任何地方 只要有Unique Key 有Primary Key 他能夠透過一個Open Data 是OID網機關全名對照表的這個地方 他在產製的時候 就應該要反查OID裡面的這個欄位 然後一定釋出這個叫做Lase DNS反查的這個動作 但是如果我們實際進去清點發現說他的反查失敗了 因為他把這個台灣的台寫成台灣的台的話 那這個時候他就屬於這個資料品質不良的部分 那這件事情其實國發會本來就有在資料的欄位 會不符合他的資料的實際內容的這件事情裡面 去加益檢查 而且他這個益檢查下來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們的抽查高達65%的資料級 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才在開會的時候才在討論說 如果這個一抽查發現的問題就要下架的話 我們的Data GOV就會瞬間增下35%的資料量 所以當然這個也跟各部位的朋友在這邊說一下 我們絕對沒有要下架的意思 這個我們只是提醒大家說 你的反查可能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說你的欄位是寫的是西元年 可是你用了民國年 或者反過來等等這些狀況 我覺得這個是要一視同仁的去看待 不是只是因為他YD對不上 我們特別看待 而是說太多寫西元年 但是寫民國年或反過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他的資料檢核機制裡面 限他們7天之內 如果有人反應的話去回復等等的狀況 是去在一起收集 那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不過國發會的這個檢測 你剛提到的是比較Semantic的部分 對 就是說藍位跟他的內涵有沒有合 那這個好像不會在現在即將上的這個檢核 也會在明年他們明年才要做這些 他有抽查啦 目前抽查 抽查那個霸狀圖已經是人工做了 對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要往Semantic的方向去做的話 可能還有一段需要努力的空間 當然啦 當然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人工抽查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heuristic 你是可以寫成半自動化程式的 就是說一定沒問題也就放過了 看起來可能有問題也會用人工廢查 我覺得這些都是屬於資管處的權限 那雖然我是好比上說協助督導資管處 但是這件事情我想我不會micromanage到這個程度 但是我會就是 如果他們中間碰到任何問題都可以來找我 好 再來是行政區的劃分 那這個其實這兩個算是比較進展的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連續邊界的圖資 因為這個主要的是國度社會從城來負責 那它本身其實是從各地方鎮來收移資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的邊界會去重點 那所以當你要在做一些地理應用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地圖上有一個點它同時屬於兩個現實 或者是一個點不屬於任何現實 那這個過去溝通的情況之時候 他們好像沒有這個全線去告訴各個地方在裡面互相要合作 那所以這個部分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的 有的就是說我們目前處理的這個方法是在那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它其實具體來講其實是兩個不是完全重疊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它在行政院級會有一個推動小組 接下來它在四個不同的單位會有四個推動的分組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民間諮詢委員會 民間諮詢委員會的召集人會上升到上面的那個推動小組 然後但是副執行秘書基本上會去管底下的這四個建設分組 那這個編列的奧義跟這個Nissi之前的架構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六都副首長是DG上面的這個東西的委員 然後呢在每一個這個具體的分組裡面 好比像說剛才這個就是自由高講到的 它就比較屬於數位國家分組 它就包含這個智慧城鄉數位政府乃至於網路社會這三件事情 以及當然這件事情比較不需要做資安判斷 但是如果有資安判斷的話 院子安處也是要進來的 所以說當這些事情我們在數位國家分組發生這個議題的時候 它是可以透過民間諮詢委員對這個分組的提醒 escalate到上面的這個推動小組 讓六都副市長知道說存在這樣子一件事情 並且希望他們在下一次數位國家這個的時候 列入管考或者是用某種方式 向科技匯報辦公室執行進行這件事情的briefing 那等到這件事情的briefing 也就是我們的briefing 他知道這件事情的存在以及重要性之後 他就會回去科技匯報 也就是我們DigiPlus的那個協調分組 在這邊協調分組就會不是每半年或每三個月一起的 這麼鬆的去管考 他就會很緊的去趕快跟中央地方去開會 然後開會去盡可能把這件事情快速settle掉 那settle掉之後呢 他會escalate回來 這個當初提出分組的副執行秘書 跟請這些諮詢委員進來 來確定說這個地方協調是真的有協調掉的 那這件事情如果他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在下一次上面那個通告小組開會的時候 就會解除管考 這是我們目前跟地方協作的一個具體的做法 OK 好 所以或具體來說這個重疊的部分 譬如說花蓮跟南投 對 那會不會六讀覺得這個不重要 我們在DigiPlus的裡面 基本上是每一個六讀要認領他們附近的非六讀的縣市 那這個一開始當然在第一年我們也了解到說 資訊系統是絕不可能馬上就整定的 那但是呢至少可以做到什麼呢 可以做到格式統一 有的時候呢我們從院籍往所有的縣市 進行某個資料補查 大家通常是交一些試算表上來 那欄位的名稱不一樣就算了 好不容易弄到一樣也會變成是說 比較有資訊量能的那些都 回來的資料很詳細 但是比較沒有資訊量的那些縣市 明明你從他的網頁上面看起來就有35筆的 可是他回報回來只有3筆 這個在哪裡看起來就怪怪的 那但是呢以前的問題是說 不管是國發會的那個館考 或者是以前的Nissi 他沒有辦法下到這些地方縣市去 像我前兩天才去澎湖 我沒有辦法每天跑這些地方 跟他們資訊中心進行協調 那現在這個工作就會落到這個六都 跟他最近的那個任養都的夜館範圍裡面 所以說這一都就要負責他跟他旁邊縣市 至少回來的那個資料要統一 這件事情呢我們期待在台北 以及現在台中 以及我以我所知其他都 都慢慢開始有比較懂資料的朋友 進入一級協調 這個是要用非常和緩的方法講 因為不能講成族改 對的這種這個情勢之下 我相信六都慢慢都會開始有這個量 能去take care旁邊的資訊視頻 我好奇問一下金人華組 負責的六都是誰 苦主 苦主是誰 那個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高平彭是在一起的 那但是金馬呢 因為是屬於這個 是一個不同的省 那我相信我們省政府主席 也是我們的另外一位政務委員 對這件事情有最終的裁量權 這個對我這個 因為不是我的我的夜館範圍 所以我不會幫這個金聖政委 這個表示任何意見 好 這是在好奇問一下 對 好那是以行政區劃分的部分 這個邊界 Hopefully 可以在這個值之下 可以讓他的定制 就從明年開始運作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提出 好那再下一個議題是人事 這個機關點、年資集、年齡 這個部分其實權勢部有一些公務統計 就真的有了 對 那但是好像並不是用開放資料套 是實際的 好那再來 約定庫的這個比例 這個好像目前並沒有看到 不過這我想這個是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呃 現在因為聯合法的關係 有很多的這個 實際上進來的機關工作等 可能是透過標案綁定一個註點能力的部分 這個其實好像並沒有比較完整的一個統計 因為你如果用這種雙重計劃轉包 戒掉的狀態 你從來源端跟結果端統計 會產生出不一樣的數字 是 那但是我想 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是要知道 它到底很嚴重 或者是不嚴重 或者是說 它因為聯合法的關係 必須用這樣的workaround 那大家才能夠去檢討 說是不是 那可是我們現在沒有任何 evidence 就是說 中間機關到底有bange進來的人 有多少人 不是實際的這個 就說不管是用關或是用關 實際從其他地方的調查人過來 我們知道有多少人嗎 人事總處 其實每一次有外面的機關 戒掉人進來的時候 它會在我們的行政院的內部系統裡面 發一個公告 這個公告是說 某某機關的某某人 因為某某原因 從即日起戒掉到某某單位開始認職 但是它這樣發完之後 其實我們從院的內網 也沒有一個database去查詢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一個 Lock Harsing的一個動作 如果你把所有的公告的那個自然語言 加以剖析的話 你想必把這個調職以及解除職位的這個東西 互相對銷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從使用端這邊目前實際的人數 甚至連人民都會有 那但是呢 從戒掉段 你從計畫那邊拿的話 我們院裡東頁也沒有這個資料 這是說實話 但是你剛剛講到的戒掉 就是譬如說是 譬如數單位或者是這些 是的 但是我剛剛講的比較是 它是一個 譬如說外包案 那廠商它必須譬如 譬如過發會 data GOV 其實有一個人是 外包注點 對 那這個不在任何的統計 它有配置可以進到 你那這樣的單位 對 那這個的話 因為那個badge 它其實並不是 那個badge它只是 它能夠進門的意思而已啦 對 那那個badge 並不是它就有 突然有一個員工編號的意思啦 只是完全兩回事實 對 那所以說 那個門禁卡的制發 是否有啊 我剛才講的那個公告系統 或任何其他系統有所串進 以我的理解是沒有的 對 以我的理解是沒有 說不定有 但是我還不知道 對 那在沒有階階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既然沒有primary key 那你唯一的做法 可能就是你在那張卡制發的時候 這個 留一份複打 上傳到某一個雲端空間 可是這裡 你馬上就碰到個子法的問題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條路 比較走不通 好 不過我想 至少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啦 我也同意這是一個問題 對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 不過這個我想那個 蘇富人士長還有 還有滿多想法的 我們可能可以再另外討論這個 對 然後我另外也補充啦 就是說人事總處 目前在2017年度 對於整個就是組織改造 還包含組織改造中間的這種 就是 就是workaround 的這一類的就是 戒調外包註點 約聘庫等等 其實人事總處 有一個同盤檢討 一個想法 甚至包含大家之前 一直很關心的 就是資訊相關人力 或者資訊相關人力 怎麼配置 以及什麼新科技 要不要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等等 這些東西 那我相信我們完全尊重人士 總處這個總規劃 所以各界的需求 相信他們都可以進去 但是在他們有一個 通盤規劃出來之前 我們以政委員的身份 不適合發表任何理責 是 不過我想PDs的運作 有沒有辦法和這個 稍微做結合 說你們在做這個檢討的時候 有更多的evidence 有更多的資料 讓大家同時可以參加這個討論 這個就是非常有趣的一個 組織法上面的狀況了 就是說 因為理論上 院的處 它是協助部會去做聯絡 所以就好像 人事總處 資安處這些處 教科文處 都是沒有開放資料 諮詢小組 的原因是一樣的 因為理論上 他們本身的業務 不急於直接跟 就是第一線的人民 去做這樣子的 資料上面的介接 或者是說明 才怪人事總處最重要 放假 是 我完全同意 對 但是我在講的是 你講的是不特定人 就是你要放假 那就是不特定人 都放假 我這邊講的是說 內政部的櫃台 它服務來申請了一個人 那所以說 當它制定的都是 通責性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做 evidence based的時候 我們要給它 我們剛剛講的 解決社會上 特定人民問題的 這個政治壓力 的這個渠道 就比較走不通 或是校長的電視 OK OK 好 那最後一個是公務人員 的人事移動資料 這個目前其實大家要花 非常大力氣從這個 統統府公報裡面 沒錯 去 parse 出來 那這個 不知道人事行政總處 有沒有辦法去做 至少比如高階的這個 這個是文仁勇 這些這些記錄的 veta 嗯 因為總統府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單位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 就是要求他們 或者請求他們 去建立任何系統 那人事總處 以我所知 就是所有的這些 派令或什麼東西 他們是有一個 copy 沒有錯 那在現在的問題 只是說 你是不是需要 還是我剛剛講的 做一個 log parsing 的動作 如果是要做一個 log parsing 的動作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必須要是 有一個 politico 會有出來 說 我們要必須清查之前 所有的派令跟解除令 然後呢 生出一個 就是 stable 的 每天更新的 對 的 transaction log 這樣子 而且這還是 那但是 就是說 好像可以用 blockchain 對 好像可以用 blockchain 來使用 以上不代表政策指示 對 那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你要做 log parsing 這件事情 它的那個量能 跟你拿一個特定的專屬的 database 然後你只是讓它出 csv 它需要的資訊支持量能是不一樣的 這個可能是十倍以上的量能 所以你要有十倍以上的量能 你就必須要十倍以上的 political will 在後面去支撐 那又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說 這件事情它 你還是必須說 你解決了社會上哪些特定族群的什麼問題 我們才能用這個 然後去說 我們在政務會議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這個院長說 對 這真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然後指示 人事總處 進行辦理 我們從政務委員的角度 我們是幫助院長解決 他覺得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他並不是覺得需要解決的問題 或者民間也沒有很強烈的聲音說 這就是需要解決問題的話 我沒有辦法自己去做 這個樣子的建議 意思是大家請給哪裡啊 對對對 只是沒有明說啦 但是意思是 好 那政府就要給我認識到這邊 那再來是司法跟判決 不過這個比較多是這個司法院的部分 不過檢查機關還是有一些啦 就是說 證查的這個統計啊 起訴統計 這個目前在民報裡面 其實 其實有一些喔 但是非常的粗 好 那甚至譬如說 其實我想 因為我同事擔任這個中選會的 這個開放資料諮詢委員 那我其實非常非常好奇 他們對於違反選罷法的各種樣態 有沒有自己的統計 他們其實並沒有 好 所以這個法規他們主管 好 但是實際上最後 違法的分布跟統計 這個原來主管的法規的 他其實不一定會去追蹤他 好 那我想這個可能需要一個 共通的這個 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從偵查起訴 甚至中間警察去進行訓問 然後到製作筆錄 到就是所有能夠成上法庭的所有這些職 他目前按照現行的這個 他們作業的內部的法規的這個流程 都必須是值得 然後呢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不同的機關 從警察局到檢查到所有這些東西 他們之間進行資料交換的時候 都是用他們自己的電子系統 印出來 印出來之後呢 後後一疊送到下一站 那一站呢 用掃描機 把它掃描回JPG檔之後 進行OCR的讀取 那你在這個中間 除了克漏字的情況之外 那你當然就不可能說 好不像我在第一個stop 其實我有結構化資料 可是因為我必須印成A4讓你掃過去 所以裡面的表格 那個線段 除非像Rony王那麼厲害 能夠用OpenCV把它還原回來 不然的話它就又回到了存文字 它最多PDF就是變成一個Word檔 然後它把Word檔再改完之後再出去 所以它可能在來源是有結構化的 但是經過兩三層這樣上去之後 在司法體系裡面 它就變成圖片的資料 然後你還要用OCR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具體這件事情 我也有跟司法院的資訊處 進行討論 進行協調 他們這邊需要法務部 進行一個interpretation 進行一個韓式說 一個韓式說 好比上說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在進行這個訊問的時候 其實是進行 有的時候你取證的時候 是用錄音 可是你上法院的時候 很少去聽那個錄音 大部分是看稿子 那看稿子 而且也不是看全部的主字稿 是看那一段的稿子 那這個時候它就需要一個韓式說 這段稿子的有效性相當於那個錄音的有效性 除非有人提出discute 但是呢這個稿子它是建立在什麼上呢 是建立在聽這個錄音而打字的人 它屬於公務人員 原本於職權 這個符合所有的相關法令 而且是由certificate的人 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它的產出才能說 跟本來那個具有相同效力 但是呢我們現在如果這個植本跟耗壁享受光碟 我隨便講同時遞送 那這邊的結構化資料 在上一層才能進行匯集分析 這個時候呢 把這個植本跟這個光碟等同的這個ruling 它就必須要是說 準備這個光碟的人是具有特定的這個身分與公務 他專職進行這件事情等等等等 可是這個東西的解釋權 目前這個法務部還是必須要做出這個解釋 那如果他不做出這個解釋的話 即使你中間結構化建立的再好 你到最後我們在最上面看起來 判決看起來的時候 它仍然是A4少量的結果 這是實際情況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不過其實法務部他們有建立一個良心的一個系統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判決之後的結構化 Pose判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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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我們要去看就是說 針對規範選罩法 某哪些條 到底他的過去三年的比例是怎麼樣 其實照理說應該是有這個資料 所以你就是正在上訴或什麼之類的 那個你先不去管他 對 就是判決確定的 對 OK 那我想就判決確定的這個部分 因為是公開資料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就是專門來檢討 對 判決的部分確定是公開資料 但是那個是在法院 我知道 但是剛剛說的是法務部他們也再把它先整理成一個內部的系統去使用 給檢察官做這個良心的一個建立的系統 對 可是這個就是說 因為它當時是給特定人以特定目的為利用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它要轉成假類資料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按照正當程序來處理 那所以我同樣的就是同一個想法就是最小阻力路徑想法吧 就是如果司法院資訊處比較有效 那我們就從司法院資訊處來下手 那如果司法院資訊處比較有效 我們才會回來想法務部 OK 講完了 好 那下一個其實就是司法院的部分 判決書其實現在是公開的 但是結構的話並不是很好 然後有時候會自動關機 那但是這個就可能持續跟司法院溝通 判刑與執行統計 那執行的部分其實應該是在矯正處這邊 沒錯 那所以這個執行統計現在好像 有一個非常粗的監獄的這個統計 是的 但是它因爲什麽原因進去的 其實它非常粗 它好像就是什麽多選一 我忘記了 但是就有一個在 那這個我想可能就是 大家有更細的需求的時候這樣 對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只要有了它就不可能收回 對你任何對克力度的要求 我們就是正常程序來討論 對 好 那最後一個這個項目其實是行政習慣的法律適用 包括這個韓式 大部分部會都會建立一個這個他們自己的法規系統 其實它並通常應該是同家廠上提供的 但是並沒有這個PTI的方式來提供出來 那不一定是同家廠上 地方政府的行政規則就不一定是 對 有我有看過 很少大概只有兩三個版本 對 兩三個版本 對 那所以這個還是 或是說其他各自的這個命令 如果我們現在法規資料庫這一個 並沒有是開放授權的話 那在各機關自己的法規系統 那有不可能請他們使用這個open data的方式來提供 或是說他們這個系統就直接搜尋API OK 我們還是回來了 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法規命令草案當它這個即日起生效的時候 我們剛才已經講因為中開講的關係 這個將會變成open data 那韓式不在裡面嗎 對 我同意 韓式不在裡面 而且地方政府的行政規則也不會在裡面 所以說就是說這邊它可能cover了 也許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的這個量能 可是確實它還是有一大塊黑的地方 這個確實也是真的嘛 但是我這邊想要說的是說 我們之所以是挑公報網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要整理出一個API是相對容易的 因為它的格式相對起義 如果是韓式跟行政規則的話 它除了一定有它的送達的目的這些機關 它的日期它的這個幾號 這個的什麼什麼令或什麼什麼月什麼什麼字之外 所有其它那個其實是free text 它可以任意填報 對不對 它跟法規 menu是不一樣 法規 menu它還有個格式 但是如果你是韓式的話 那個韓式的格式是任意的 對 那所以我們會先從這種 world structure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先建立起跟它相對應的那個就是API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說那些比較不結構化的部分 它裡面的這一些結構有的 我們就比較辦理 結構沒有的部分 你可能就是加一個難為叫做free text note 那你就隨便本來填什麼就填什麼進去 甚至你愛用PDF附件我也沒辦法這樣子 那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不建立這樣子一個結構化系統的話 那大家都會選那個沒辦法 然後我把PDF附件做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邊整理出來至少是說 我們這邊定了好幾個欄位 那你這些這個行政規則命令法規解釋裡面 這九個裡面如果有三個 那至少這三個用結構化方法提供吧 那這六個如果不適用 那沒辦法離開PDF附件 我們是用這個策略來進行 好 好 所以你就是一部一區 對啊 好 那下一個是行政法的相關統計 那這個其實在譬如說環保署主管的 然後 譬如說勞起法相關的 可能最後是由地方政府去做去採法的 那其實我們並沒有一個跨機關跨地區的這個整天這個統計 其實應該是有 就是這個主管機關它會 每個各個地方的統計 但是其實並沒有 對 因為有就是設一個Portal頁面你可以點23次就都看到了 對 是 對 好 那所以我想這個可能可以 就是說跟前面的這些司法相關的 其實就是讓大家可以去看看說 其實訂定的這些 我們今天有一個這個行政命令 它有比如說三五項要罰款的東西 最後其實它實際的效果是什麼 我們才能夠去檢討這個法規到底效益是什麼 我同意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在上午的那一個開放資料資訊小組裡面具體提說 我們好比像說兩年之後要做那個國土計劃 那要做國土計劃 因為它法所明定要基於 evidence base 每一個地區去進行這個那個國土的使用討論 這個時候這個農地公用工地不知道什麼用 然後的這種不管是財閥還是行政檢查還是還資 所有這些東西就會變成討論的題目 那當你有這個理由出現的時候 你才比較容易告訴六都以及六都所管的其他的別的現實 說你現在一定要用這種方式提出 不然我們國土規劃沒有辦法進行討論 但是當然這種財閥就會限於這個國土不當利用或者是這些部分 那它比較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行政包含罰單什麼東西都放進來 那但是你要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放進來 我覺得一下子也並沒有那個Politico我也可以做得到 對 好但是就是說將來在比如說2018年會開始做這件事 是2018年就是之前會準備 2017年我們數位國家就是開始運行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一定會是國發會的數位國土的這個部分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當它變成這部分的時候就會開始請每一個地方的就是資訊的首長 以及這個還沒有資訊首長 但是快要有資訊首長的地方都會加以處理 好 那再來其實應該是相當相似的一個東西 數院相關的統計 那其實譬如說 其實這整個是穿在一起的 譬如說我們過去在做這個各地違反老司法的東西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證明它會提到說 其實這一個東西在數月中 對 那環保的其實環保署有建立一個系統是做類似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想這整個是穿在一起的 就是說 將來要再做這些各個地方的政策的時候 可是數月本來就有系統不是嗎 嗯 是跨所有的議題 對啊 對啊 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數月園系統下去 嗯 但是它有一個overroad統計嗎 比如關於環保的裁法和數月 或者是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 呃 它當它有決定的時候 當然它就是會有一個決定的publication 對 但是它 in progress 數月園的時候 我這邊看到的是說 它的這個各級機關數月業務統計 是在分年度來做的 就是說它的interval是每年 而不是每天每季這樣子 那但是它的那個 因為它要評估它的人力負荷情形啦 所以就不要包含是說 它的那個量能到底是能不能夠處理 像這種東西 它是 它是存在的 嗯 那但是它存在的 它的integral 或者它的顆粒度 是不是大家覺得這個有用 或者是需要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是 但至少以逐年年報的這個程度 剛剛講了解來 我也是都在裡面 好的 嗯 好 我想 我覺得我們可能只能cover一個 一個大的主題喔 這個是法制與政府組織相關的東西喔 那也許我們就是可以找其他的時間 然後就是用閒聊的形式來展開大的主題 然後 hopefully我們講到最後一個主題的時候 前面就有些精采 對當然當然 我相信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所有國家現在就是說 大的方向確定了 然後我們 我作為類似幕僚的這樣子的工作 都告一段落 可是其實各個部位的那個行動方案 他們目前也還在正在提報 這個東西是到12月31號 第一次DG Plus的那個開會才會 Final的 所以說事實上 因為Nissi 那時候也還在Run Nissi是Run到 12月31號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用這個架構做任何決議 都不適當啦 那所以說那當然是從1月1號開始 你剛剛講的所有這些話題 就可以開始變成DG Plus要處理的東西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再來算廣告週期 我想對所有部會都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現在很多部會都是還在那個計畫 沒有翻譯的情況下 他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他現在如果就處理了 會不會被列入這個 新的這個東西的廣告項目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盡量從1月1號開始計算 OK 那回到我們剛剛開始在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感覺到 政府給你做其實非常的複雜 那有些事情呢 需要非常多外部的力量 那我想可能 我們需要鄰居一些共識 就是說到底哪一些是Key Data Set 那這些東西我們藉由這新的 比較能夠大力推動的這個機制去 去從發展去推 那 hopefully有一些成果 好 當然沒有問題 那我想最後還是就是再次聲明說 以前就是我們在推Open Data 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台灣是世界第20幾名 或者第11名 那我們的鄰國都已經這個做到了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 但是現在我們第一名了 所以說這個本來說大家都有 我們沒有的 那這個時候部位這個絕對可以說 可是我們也有人家沒有的東西 所以說現在比較不能再說 人家有我們沒有 這個本身不構成一個政治上的壓力了 那我們現在要在政治上 我覺得反而不是壓力 而是我們來幫助部位 去讓部位再進行常規業務的時候 透過這樣的資料交換 他可以再掀起就不要引發民怨 或者說他可以再掀起就先知道說 他跟其他部位業務可以有什麼關聯 就是盡可能讓 用一些讓大家早一點下班 而不是晚一點下班的理由 來推Open Data 我覺得這樣也比較推得出來 這樣子 好 那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好 謝謝 OK 掰掰 所以你是三點飛機嗎 沒有 三點要到機場 OK 沒有 三點要出門到機場 好 我們要走了 所以你工作愉快嗎 對啊 超愉快 有到超愉快 超愉快 因為15個人真的是超強的 9個空隊 然後其他planning都比我專業 對 所以那9個人是用什麼計畫來的啊 沒有計畫啊 直接戒掉 直接戒掉啊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在院裡 成立了一個可以發文的小組 對 數位一字 對對 數位 院數位一字 那是什麼小組 就是 就是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推動小組 還是中央數位創新空間小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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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走了 那就打理見啦 OK 拜拜 OK 拜拜 祝你順利 目前滿順利 我們在年輕人 馬鈴鐺 我們媽媽 要當和採訪全面的小組 我們要重新地 我們要做 你可以看 我們要做 我身份 你去床 我們就要做 我需要先進一步 这样子就有点点的设计 需要上升到那个Negraise 情况 你的不管是不要人的学生 就会来使他的学生 或者是他的学生 但是不常要与学平时 说这样子的转发确实是 他才能在学校的学生 但我想这个方面是说的 就是如果没有办法 做事先进行 所以这样就会进行